再来 要如何理解并且操作将心比心 人人本具佛性 所谓的二事皆因无名而起 所以默然不语 调伏自己去面对二事 这样是将心比心吗 还只是迂腐 这个也不是迂腐 但这个也不是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的意思是说 看到他会做那件不如法的事的理由是什么 为他看到理由 比如说他就是贪嘛 所以他怎么样 他想谎话 骗钱嘛 骗了你的汇钱嘛 是这样 要不就是他多贪嘛 多拿了你身边的什么东西嘛 要么就是称心嘛 为什么起称 起称起贪都是因为我执啊 我们不学佛我们不也跟他一样吗 他是因为没学佛 或者学佛不够入心 所以他才会做那个事啊 那我如果跟他一般见识 在他生闷气 那我不是跟他一样吗 那你说那这样我受伤耶 是的 你受伤 问题是你不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就不会受伤 那为什么你又跟这种人在一起 要么就是你的过去业感 要么就是你的 你自己的贪生吃也无名 所以你跟他一起做生意 所以你看不清楚 要么就是你的智慧不足 但无论如何一定有过去的业缘 不然他不害你啊 他不害别人害你 他不伤害到别人 他伤害到你 这一定有缘起的嘛 你理解到这样 你就说了 受业 消业 受到这个业报 我在消掉业报 这样子 那也知道他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过去可能也是我欠他的 那欠他 但是他不应该用这种不合理的方法跟我讨 是的 但他没学佛嘛 他就贪心嘛 换成是我 我是他那样没学佛 我不也一样吗 这才叫将心比心 懂吗 互换 互换思考 那你说强忍不语 那叫做迂腐 迂腐的意思是指着说 不去分别对错 就是忍而已 你这个基本上是有分别对错的 还不叫迂腐 你把错的说成对就叫迂腐 把不正义的事情呢 你打马虎眼 然后你也不知道理由在哪里 你就说可以啦 这样就叫迂腐 但你知道理由 只是你没能力面对 那不叫迂腐 但是呢 那确实是 没有努力 只能叫做没有足够的努力 至少你可以诵经为他回向 你也可以这样做 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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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